學生們面對漫長暑假除了安排活動外 也可能會想要利用假期打工 因為根據統計 截至今年初為止 全台約有87萬人被付學貸 學貸總計高達1817億 人力銀行近日是針對學生進行暑假打工 家教醫院調查 發現有超過九成六 是為了賺學費、生活費 其次是累積工作經驗、學習技術技能 不少學生為了學費還邊上課邊打工 調查也發現大多數學生 叫想從事的工作前四名為 補習班老師、行政人員 接下來是餐飲業、賣場銷售人員 大多以服務業為主 人力銀行副總經理就指出 多數學生還是會傾向於 時間較長的餐飲業 學貸的朋友裡面多半都會選擇去做兼職打工 多半還是販服務業 因為暑期它會是一個比較相對完整的一個工作區塊 因為它有兩個多月的這樣的一個暑假 可以來做運用 人力銀行副總經理提醒學生 留意打工陷阱 因為調查也有發現有近七成的僱主 沒有替工讀生投保勞健保 甚至會有工作超時加班的問題 建議學生在打工時要詳細記錄工時 在權益受損時才能提出有利證據 女士新聞相當烏溜台北市採訪報導